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 我是郝一博 中国有不少旅游景点 因特殊的地形或历史文化 而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像是万里长城 乐山大佛 或是有很多兵马俑的秦始皇陵墓等等 不过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排名 是另外一些比较另类或奇葩的旅游景点 一起来看看 首先是第十名造型特殊的现代建筑 怪异的中国现代建筑 一直是不少网民的吐槽对象 郑州有烤玉米 青岛有鹦鹉螺 河北有大金鞭 河北美术馆被说像坍塌的柴火 就是废柴的意思 重庆还有矫正后的矮板比萨鞋塔 但看起来像三碗泡面 湖州的喜来灯像马桶盖 杭州的奥提博览城像女生的内衣或比基尼 北京的银河SOHO更妙 有的角度像马桶 有的角度像内衣 去年刚完工的商海塔尔 则是在兴建石和经贸大厦 还有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被网友形容为打蛋器 针筒和开瓶器的储具三建筑大厦 而完工后开瓶器还像开瓶器 针筒还像针筒 打蛋器好像稍微就好一点了 而杭州和苏州都有盖成像邮轮的建筑 对旁边那是我们介绍过的大裤子 湖北宜昌的汽车客运中心原本也想盖成帆船 但盖完后却被网民说成像棺材 不过最经典的我觉得还是这个 河北石家庄的影视城 里面除了有山寨的罗浮宫金字塔和埃及人面尸身外 竟然还有盖成一半像天坛 一半像白宫的中西河壁建筑 奇怪怎么好像才第十名而已 就已经有点丰富了 接着是第九名特殊的地名 中国实在太大了地名取不完 所以大家看到什么神马路 迷马巷 太监弄 火星村 恐龙乡 还有山寨派出所 真的也不要太惊讶了 可是我觉得地名特殊没关系 至少翻译要正确 杭州西湖的八卦田就有被翻成Gossip田的照片上了新闻 这个大概不止福西不高兴 景田可能也觉得不开心 八卦的真正英文应该是The Eight Trigrams 另外西安的大雁塔则把唐代药王思思鸟的药王翻成Drug King 药王瞬间变毒枭 是一个Knockers或Breaking Bad的概念吗 第八名玻璃大桥 号称全球最高最长的玻璃吊桥 湖南张家界的云天渡去年大测安全度并正式开放 不过类似这样把游客下到腿软的玻璃大桥 真的是下到腿软的建筑 并非张家界独有 在山西 贵州 广东 河北都有类似的玻璃栈道 而且越做越大 北京的石林侠直接做了一个超大的玻璃观景台 悬空在海拔700尺的山顶上 河北狼牙山也不甘示弱地盖了一个类似的建筑 在今年正式开放 第七名 山寨建筑 中国的山寨问题严重 抄袭的对象包括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 今年上半年 苏州的山寨伦敦塔桥再度吸引了世界目光 你觉得这个桥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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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伦敦 有中国媒体形容山寨的伦敦塔桥 比真的更宏伟 确实如此 英国的伦敦塔桥只有两座塔 苏州的伦敦塔桥变成四座 可是大家要知道 苏州的伦敦塔桥是2012年完工 那英国原版的呢 是1894年 早了100年不止 而除了山寨国外的建筑 中国自己的知名建筑也被山寨了 江西南昌在2015年开放 他们自己盖的两公里长城 这个山寨长城目前仍在兴建 预计完工后会有四公里 那大家知道真正的万里长城有多长吗 答案是两万一千公里 第六名也是山寨 山寨游乐园 中国的山寨游乐园由来已久 几年前就曾有日本节目 特别跑到北京的石井山游乐园拍摄 当时他们的slogan是 去迪士尼太远来石井山游乐园 那在多年后 又有另外一位日本人 对中国山寨乐园非常有兴趣 花了五年时间拜访上百间中国乐园 并且撰写blog 甚至还在今年出了书 介绍他在中国游乐园里看到的奇特卡通人物 其中我看到一张跟山寨无关 可是很有趣的照片 在这个人面石身像下面藏着一句话 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 这是对日本观光客的置入行销吗 第五名诡异的雕塑 不知道中国是不是奇怪的雕塑太多了 2012年时 中国入口网站搜狐自己举办了一个 全国十大丑陋雕塑的评选活动 入选的作品包括 乌鲁木齐的飞天 江苏的运河之母 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外的外星人雕塑 以及河南还有湖南湖北的奇怪动物生物雕塑等等 前三名则分别是昆明的灵魂出窍 重庆的记忆山城和武汉的生命 除此之外 评选里也有一些被网民认为儿童护鱼的作品 郑州的小猪说是帮妈妈锤被勉强说的过去 但桂林的福老或重庆的山寨张子怡 真的就让人吓到吃熟熟了 另外西北大学的女娲和雅典那雕像也有点奇怪 因为他们的脸竟然是学校懂事的脸 女神便笑懂 让网民吓到吃别人的熟熟 第四名兰州的获去病像 前阵子中国媒体报道 甘肃兰州的一间公园 因利用西汉名将获去病的雕像 结果每天吸引大批中国民众 跑去公园摸雕像上的去病 想要求得身体健康 你摸这个获去病啥意思啊 可以去病 可以去病啊 他们说摸一下可以去病 都摸着来零眼的 没有效果就不知道了 然后新闻传开后 就有网民表示 获去病因年早逝 二十四就抱病而亡 是不是考虑一下星期级 或是想美白的人去摸李白 因为他字太白 接下来是前三名 第三名 中国的罗马村 甘肃除了获去病雕像外 还有个特别的村庄 叫离前村 也叫罗马村 这个村里的人五官深邃 有的金发 有的闭眼 看起来特别像欧洲人 而在他们的背后 也有些历史传说 美国知名的汉学家德肖谦 在1947年 就汉朝和罗马的关系 曾提出了一种历史假说 认为罗马的第一军团 在西元前53年的 Battle of Karei 败给安息后 逃到了甘肃并定居离前 所以现在当地的村民很可能就是当时的罗马后代 这种假说获得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支持 但同时也受到了不少科学研究和学者的质疑 不管如何 这种充满离奇和浪漫色彩的故事 已为当地带来不少观光财 第二名 重庆波浪公路 重庆因山城地理环境 在建设上出现不少特别的都市规划和建筑 黄爵湾立交桥 也就是高架桥 有重庆最复杂立交的称号 它有五层结构15条杂道 连接八个方向 荣桥立交桥也朦朦的 它是一座全方位的720度旋转的高架桥 感觉非常适合好莱坞的飞车店 那最近很红的重庆建设 则是这条位于物流园区的双向四车道 一路起伏的地形 让这条路被称作波浪公路 有司机形容 在上面开车有冲浪腾腾的感觉 但也有受访者和记者实测表示 其实开起来没有看起来那么夸张 没有太强的颠簸感 当然这是因为照片会给人一种视觉差 不过波浪公路之所以会盖成这样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当然是地势 另一个则是为了因应地势而盖成高低起伏的远区建筑 方便他们的车辆进出 终于来到第一名热情奔放创意无限的中国公厕 没想到吧 厕所竟然会是中国奇葩旅游景点的第一名 我记得以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玻璃公厕和美国国会大厦公厕 那这次因为找资料 我真的看到更多超乎想象的公厕 有做成大象的 有做成相机的 有做成寺庙的 有做成豪宅的 有做成太空船的 有做成前望镜的 有看起来很诡异的 最夸张的是这个 盖得像城堡的千人厕所 可以让两千人同时使用 不过因为维护和设计问题 其实千人厕所的使用者体验 可能跟宣传的有点落差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外看中国 大家觉得如何 你们看过其他有趣的中国景点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